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33集 走火入魔 另一头 展昭和白玉堂堵住了崔城和那个黑衣人 崔城往上一窜 展昭嗖一声就追了上去 那黑衣人想拦着展昭 只是被白玉堂踹到了一旁 动然不得 白玉堂站在山边看展昭追着崔城满天飞 崔城功夫很不错 只是论轻功 除了殷侯他们那级别的 没人能逃过展昭的手掌心 展昭一把拽住了崔城的衣领子 崔城反手抽出一把匕首 但是展昭先他一步 将他踹了下来 白玉堂没动手 娇娇过去点了崔城的穴道 崔城动他不得 倒在山边看展昭和白玉堂 展昭刚想说话 余光瞥见林子里人影一闪 似乎有个人跑掉了 展昭立刻飞了出去 白玉堂往天上扔了个响剑 让娇娇在影位们来之前看着崔城和黑衣人 自己也转身跃入密林 追展昭去了 展昭追着那黑衣人入了树林 这树林常年被阴 林中很暗 再加上树木颜色偏深 那个逃走的人影一身灰黑 贴着树干打转 忽然一闪就不见了 也幸亏展昭除了轻功好 眼睛耳利也好 没让那人脱逃 始终能找到 可追着追着 展昭就有些纳闷了 这人的轻功好奇怪 贴着树木绕来绕去的动作 有些像是白玉堂的如影随形 但是又似乎有一点不同 白玉堂也追着展昭过来了 他有娇娇指路 因此很快追上 同时也看到了前方绕着树干一闪而过的黑影 这人用的如影随形 不过看得出 这如影随形用的有形而无形 这人内力尚可 却姿势怪异 什么人啊 妈 展昭正追着 就听身后白玉堂叫了一声 展昭回头 只见白玉堂伸手一指上边 展昭心灵神会一跃上到了树梢 下边就看到一白亿黑两道身影在林间 绕着树穿梭 白玉堂正宗的如影随形 对上了前边那个黑衣人不太地道的如影随形 结果那黑影被白玉堂逼得有一些慌的 顺着一棵树往上 没提防 白玉堂早就料到他有这一招 已经绕到了他前方 跟那黑影打了个照面 武爷倒是吓了一跳 这人一张脸老的都快看不清五官了 雪白一张脸满是褐色的皱纹 跟个竖腰似的 那人转身就要逃 被白玉堂一把抓住了黑色的斗篷 动作一停滞 突然就没了真气 摔了下去 白玉堂就见那黑衣人往下掉 砰一声摔在了泥地上 也有些意外 这人内力不稳 想想到也是 估计是太老了 白玉堂和展昭双双落到了地上 那黑衣人就这么拱着身子趴在地面 黑色的斗篷下边 有白色的枯发露出来 展昭注意到了他按着地面的手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树根呢 这得老成什么样子了 展昭用巨穴戳戳戳他 那黑衣人突然一抬手 就见几枚银针飞了出来 展昭微微一偏头 几枚银针扎中了身后的树干 而那个黑衣人 显然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趴在地上喘粗气 嗓音沙哑盖着弹音 像是马上就要不行了 这谁啊 不认识 那老头想站起来 但是脚下一转又躺倒 大口大口喘气 展昭对白玉堂眨着眼 他是不是有五百岁了 白玉堂也有同感 这老头乍一看跟黑山老妖似的 不过他竟然会天尊的武功 这就有些奇怪了 这时林子外边传来了小呼声 哲影带着黄成军赶来了 已经抓住了崔成和那个黑衣人 展昭和白玉堂提起那个黑衣老头 也一起回开封府 此时开封府里可挺热闹 魁王府抓了一堆人都关进大楼 回家生的多也是个问题 哪个参与了案件 哪个没参与还得审半天 包大人看到魁府那一群儿子孙子 就觉得头疼 好嘛 这人数估摸得审半年 另外相关人来的也多 陆王府的人都来了 黄石玉铺的人也来了 满记堂铺 当年徐济一案的受害人 以及一群围观的好奇群众 更要命的是 还有来凑热闹的八王爷和庞太师 以及太学众学生 幸亏赵真还有点谱 自己没来 就让歌青来听个消息 殷侯 天尊 姚长天和吴沙大师 在太白居吃完饭 回来一看吓一跳 心说开封府怎么变菜场了 那么多人 小四子刚才到对门吃了碗小馄饨 出来就进不了大门了 跟小五在人群外蹦的 小五吼了两嗓子 不过开封府的人都知道 他根本不咬人 也没人怕他 有个大神还把他推到一旁 让他别添乱 小五心灵受窗 坐在门口没精打采的 小四子正摸他头安慰 天尊等人也纳问 怎么了这是 正想着 就见远处展昭和白玉堂回来了 身后折影和紫影 压了几个黑衣人一起来的 喝 这是干嘛 展昭一眼瞧见 开封府门前人满为患 等走到跟前 白玉堂看到天尊了 天尊牛脸还在为白玉堂不让他去万州宫的事情 闹别扭 白玉堂哪还记得这事情 伸手一拽天尊的袖子 难道乖徒弟要道歉了 认识吗 白玉堂从身后拽过那个黑衣老头 推到天尊眼前 天尊一看下一蹦 黑山老妖 妖长天盯着看了一会儿 这是练了邪功走火入魔了 阴侯和天尊都不解的看白玉堂和展昭 那老头被折影抓着 挣扎了起来 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瞪着阴侯和天尊双眼带血光 他不开口 天尊和阴侯也还都没拿他当回事 可是他一开口 两人眼眉就调起来了 吴沙大师也念了声佛 他念的往生咒可是好些年没听到了 竟然活了这么久还没死啊 谁啊 沐昕 原来这人就是沐昕啊 天尊盯着他看了良久 突然乐了笑得直跺脚指着他 你是沐昕 老天爷开眼了 真让妖王说准了 老了成树皮了 因后爷忍笑 沐昕本来就喘不过气来的样子 被天尊一气 展昭觉得他都要翻白眼了 谁给他拿面镜子来 天尊到处找镜子 沐昕就开始挣扎 情绪也激动了起来 展昭倒是知道这沐昕不是好人 不过案子还没查清楚 是不是得留个活口 眼看天尊斗的那沐昕都快吐血了 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 管管你师父呗 他不开心我才管 开心着呢 管来干嘛 展昭无力 决定还是先进衙门再说 只是门口的人呐 麻烦让一下 展昭对门口的人说了一声 没人理他 麻烦让一下 展护卫服额 提高点嗓门又说了一声 还是没人理他 展昭无奈 伸手拍了拍门口一位正往里张望的大叔 那大叔回头看了一眼 大叔打了个招呼之后 这位可能是卖梨的 手里拿着个拦呢 顺手塞了个压力给展昭 回头继续看 展昭拿着压力看白玉堂 白玉堂表示他也没办法 不如翻墙进吧 展昭皱了皱鼻子 进门要翻墙啊 那你扛着小五进去啊 喂 让开 让开 正想着 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 展昭等人转脸一看就见西鼓噜来了 在门口吼了一嗓子 吓得围观众人唰啦一声 闪到了两边 西鼓噜大摇大摆往里走 众人赶忙跟上 案子的犯人们都抓到了 因为人太多 作案的时间又追溯的太远 因此这场审问可是花了好长时间 首先说那个怪里怪气的沐昕 没等天尊拿镜子出来给他照 光是告诉他去万昼宫的一切方法 都已经被毁掉了之后 他就突然一口气没上来 一命呜呼了 公尊给他检查了一下 说这老头是完全凭着一口真气在吊着 早就游进灯窟了 虽然练了邪功续命 但听到无法再去万昼宫了 万念俱灰 所以一命呜呼了 他非要去万昼宫干嘛 展昭有些不解 一只沉默不语的崔成 突然开口 他想要反老还童 回到二十多岁的年纪 然后永生不死 众人愣了半赏 同时扑的笑出了声 还以为他想让他主子死而复生 没想到只是想找回青春 关键时刻只顾自己 这不是他主子教他的吗 他学的挺好的呀 相比起崔崇这边 魁家则是人赃俱获的 另外赵真发了道圣旨过来 歌青当着众人的面 念给魁木听 赵真的意思很简单 魁家总共四百三十八口 不管他生了多少子嗣 藏得多好都能抓出来 自从他继位以来 还没动用过满门抄斩的刑罚 他是不介意为魁木破一次例 总之魁木老实交代 就犯过他家人 敢有隐瞒就满门抄斩 以命抵命